繼續來關心蕭鴻意外的消息 剛議執政府蕭鴻叫救災救護指揮科 日前接的民眾報案表示 中行路跟國體台的路口發生極白暗驚 日前前前第一大隊 得安分隊救護車出行前往 改期上就第一分隊救人車到達 一名老虎林在現場等待救完 救人員是一種懲罰上架狀況 包括在這名老虎林一時清澈 不可以把酒丁頭一處撕裂傷 你叫任務在拜託兩國首相一路只要 替老虎林進行最靠初遞 並送便宜治療 熱心的文化理理宅 並協助參與傷者上救護車 並詢問傷者住處代為聯繫家屬 救護人員再將傷者送往聖馬爾庭醫院救治 改期上就表示 民眾如果不小心擺盤受傷 上架或是旁邊的朋友 千萬不能思議擦檔 他要遇到離所相海 並非去通報彙救 單位救人員來救 協助送醫 想想到明天的七彩虹 不得 再講吃喝玩樂 探索世界 您準備好了嗎 旺TV YouTube 頻道 帶您網路暗遊 深入嘉義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时的新闻 最感动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动手指 全部完整呈现 现在订阅 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 马上拿起手机扫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